在基督信仰当中复活节 耶稣复活的意义 甚至比圣诞节 也就是耶稣诞生的意义 是更加深远的 因为在信徒的内心当中 这更代表着 耶稣在死前所宣扬的教义 是所言不假 是真实的 由于原住民族地区在早年 就有很多西班牙的天主教的传教士 进入传教 所以几乎有西班牙殖民过的地区的 原住民族人 大多就会信奉天主教 例如在秘鲁 您现在看到 一定会有信徒演员 在信徒所说的圣州 也就是过去这一周 耶稣受难前的一周 会重新演出耶稣受难的这段历史 右边带着荆棘皇冠的 是演员所扮演的耶稣 左边所扮演的 则是残忍的罗马士兵的演员 如果来到中美洲的话 例如在尼加拉瓜 以马撒亚原住民族人 为主的马撒亚镇 也会看到相同的戏码上演 就是宣扬自己是上帝之子的耶稣 在当年被罗马帝国的士兵虐待 身上都是邪 不承认也不相信耶稣就是王 所以这些士兵就刻意做了一顶 用长满了刺的荆棘做成皇冠 来嘲弄耶稣 折磨耶稣倒流血 而中南美洲大多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所以人民信奉天主教 但如果来到太平洋地区 在南岛民族地区 其实就属菲律宾曾经被西班牙长期深入的殖民 这里的Tagalo族人信奉天主教 就在三天前菲律宾的Pangpanga神 也模拟圣经的情节 把扮演耶稣的人绑在十字架上 演出者也想象耶稣当年的痛苦 不过这是天主教徒的情境剧 在这张照片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在这位饰演耶稣的演员的腰部 其实还挂着一个麦克风 其实这是一出演出的戏剧 但是当地的族人有一种表达信仰的方式 就不只是演戏而已了 而是真真实实的 让自己经历耶稣的肉身遭受痛苦的历程 天主教的教徒在耶稣受难纪念日的这一天 会使用金属的器具鞭吃自己的身体 因为当年罗马士兵就是用这种刑具来对待耶稣的 信徒认为自己同样走过这一招 是可以洗尽自己的罪恶的 认为这是展现虔诚信仰的方式 不过如果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天主教廷表示并不鼓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信仰 并且认为诚心的祷告才是有力量的 今天其实是很多基督信仰的信徒所了解的复活节 要带您来到菲律宾 菲律宾北部的胖胖嘎神 位于首都马尼拉北方大约84公里 在复活节前三天 天主教的信徒赤脚背着用石墓盯制的大型十字架 是要重现两千多年前 当耶稣被罗马帝国的总督比拉多判死刑 执行死刑之前的画面 由于根据圣经记载 当年执行死刑的方式 是要把死刑犯钉在十字架上钉死 而且连十字架都还要自己背 每年就会有天主教的信徒 模拟当年耶稣自己背十字架上山的画面 有人选在这天 在自己的背上 闻上象征信仰符号 同时还有人以铁器鞭打自己的肉身 让身体流血 就跟当年耶稣被执行的士兵 鞭打而流血一样 已经连续七年都在复活节之前 鞭吃自己身体的信徒表示 也要感受耶稣当年在死前 遭到殴打刺伤的痛苦 希望可以洗尽自己的罪恶 有些人穿着红袍 就像耶稣当年所穿的 现场会演出当年耶稣如何在赴死的过程中 还遭士兵虐待的景象 在百般虐待之后 耶稣也曾经痛苦的不知倒地 这些景象都是圣经里所记载的 许多菲律宾天主教的信徒 会在复活节前的圣州 举行这样的仪式 天主教会曾经表示 并不鼓励这种自我惩罚的仪式 认为这是错误解读天主教的信仰 教会认为在四旬期期间 透过诚心的祷告 就已经可以表达坚定的信仰 不过尽管教会的立场如此 在菲律宾这个天主教国家 依然年年奉行这样的仪式 记者Volce Minami 整理报导